你既然已经出来了嘛 就不要宅在家里面 怎么讲呢 其实这个事情吧 各位朋友可以去看那个学校的网页 他都会有就是都有写 但是基本上他一年有两次招的 第一次就是四月入住的话 大概一月月份左右可能就是开始要申请 然后十月份入住的话大概七月份 就是期间三个月你要申请 然后他反正学校那个网页上面都会有 我们去看一下就好了 定期的就快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就请请看一下 朋友的话你不住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就只是大家都打扮特别漂亮 然后出去待那么一段时间 但是你但住在一起的话 然后就是你朋友就各方面邋遢的样子 也都会暴露给你 所以我觉得能不要一起住还是不要一起住 就是多花个一万多块钱的话 我觉得自己住还是挺好 我觉得以后肯定不会再两个人一起住 就是你觉得来日本留学对你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 我有想干什么的 想干的事情的话 我就去干 我会很努力的打工赚钱 有钱了 尤其是自己挣的钱 你花会比较心安理得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率比较多 你想干这个的话也干不了 想干那个也干不了 但是你来日本之后 就感觉是解放的那样子 尤其没有人管你 天南地北 那大家也管不着你 你做什么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真的是特别的自由 找工作嘛 我以后是要做面包的 对 我是要成为一个面包室的人 就是我觉得如果不是来日本的话肯定不会有想就将要做面包室 如果没有什么就是浪不浪费的事情的话 我包括我现在就是 我读大学院的话 因为我喜欢我现在这个研究我才做的 而不是去那个为了那个文凭 不当然是日本 大家出来留学之后就是想法上面会改变很多 就不像国内的话就是可能我就是要到一个年龄我就要结婚要生孩子的那种你出来之后你觉得人生的那个可能性有无限大 学校这个宿舍办理手续的流程就是你去那个学校教务那边然后刚才讲嘛我申请宿舍然后他给你一个单子 然后你就填那个单子 因为学校大概有四五个宿舍吧 就让你勾就是从低质量开始往下排的那种 然后我现在住那个住级国际就是你们最便宜一个最便宜的 十分钟三小才贵啊 搬家的心得 我来生活搬了四次了吧 都不是搬特别远都是近处搬家所以一般都是找朋友 把床什么都会卸开之后然后去找朋友 分好几次那样子一天给他搬的 就住到宿舍之后然后就只剩下自己烂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嘛 找一个我有一个认识的那个日本爷爷 然后每次都是找他然后他开车帮我就是运一下行李什么的 购买家具的心得啊 有的人就是你如果图便宜的话当然就是上那个什么豆瓣啊小春啊 就各种网去看学哥学姐们会定时的会送一些东西啊 或者就是便宜卖的啊你就可以上去去掏一些东西 有精神洁癖那些啊就是家里比较有钱的啊就是有 我一定要用新的那种的话去买新的然后新的的话 一般的话大家都去宜家或者是尼兜里我个人是宜家粉 就强烈推荐去宜家 最大的感受就是宿舍便宜嘛 这真的是特别便宜 他房租只有4,700然后加工艺费3000然后加上水电费什么的一个月大概就1万块钱吧 就跟外面比起跟你在外面自己租房比起来 真的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 当然便宜的话他就有他的不便嘛 就是 第一个去学校的话可能还好吧 就是如果你走过去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可以走到学校 坐车的话就是先要坐巴斯下山 然后走过一段平地之后还要坐巴斯上山 大概到学校一个小时左右吧 因为还要等巴斯那个空档的时间算起来 所以还不如去走过去就比较好 像我比较奇葩我都是打那个早上的工嘛 然后我6点开始打工的话从那边早上他又没有巴斯 然后我就只能走下去 然后我就每天要4点半就起床 然后起床之后然后就走下山然后去打工 就打工还挺不方便 但是如果正常大家比较正常的话 都是打晚上工什么的话 就可以去放学之后 然后就要到那边打一打工 打完工以后坐巴斯回来就好 周围也是有一个小卖铺 但是经常不开门 空便宜也没有 然后再往上面爬 爬挺远的吧 会有一个迷你扣普 而我没去过 他给我逼的现在已经几乎就就不做饭了 就不会买买什么菜上来 冰箱又小什么的 然后就也不做饭了 就是这一点还蛮不方便 肯定就是因为宿舍便宜嘛 有利就有币嘛 然后住山下的话 你自己住的话 房租肯定贵 可以怎么样四五万吧 但是那刘亚道那边方便就特别特别方便 超市就四五家的样子吧 这个是自动贩卖机的 哦西路狗 哦西路狗什么东西呢 红豆粥 就是日本过年的时候 他们会家里面会做这个 哦西路狗 最主要的是 他们家里做的一个 哦西路狗 会做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甜 然后我来试一下 这个自动贩卖机的 这个西路狗 是不是也很甜 很甜 但是 比我之前在那个日本人家里面喝的那个 那个 修噶茲 他做的那个 稍微好一些 但是也还是很甜 因为我本人就是 比较爱吃甜的东西 我都觉得很甜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一般的人会觉得非常的甜